內容怎麼樣 幫我存到後面的銷貨名系 銷貨名系裡面的話 基本上我大概只記錄幾個東西 包含就是單號 訂單日期 到貨日期 客戶編號 不過其實客戶編號後面這三個 其實如果說你不希望說多增加三個欄會 其實你只要客戶編號就好了 後面這三個因為 你可以透過客戶編號去查出後面三個 所以這個觀念 當然我們在練習 反正就先把它加過來 然後銷售總額 所以基本上的話 我是把什麼呢 把銷貨單裡面的 總共有這個是1 這個是放A 這是放2 這是放3 4 5 6 7 8個 OK 那當然一個蘿蔔 我前面講過了 那只是說這邊是跨工作表 所以你如果要把資料倒到這邊來的話 那記得就是說會需要多一個叫蓄詞的物件名稱 刮虎 雙引號 銷貨名系 墊 它哪一個儲存格 特別注意喔 所以我們寫法是後面東西丟到前面去 所以寫法上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我們這個是做好的 我先按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假設我今天資料倒過來 目前是S0014好了 那我就新增一下 那你會發現自動加1了 東西自動就幫我倒過來了 然後返回去 也順便把資料清空 所以這邊的話 基本上邏輯是 1資料丟過去 2把這個地方都清空 3就是把單號加1 大概會有三個步驟 那我們怎麼做 基本上來看一下 那因為這個程式稍微複雜一點點 我們直接來看好了 首先第一個 有一些 因為前面有講過 如果你們待會在模組裡面看到一些程式 你把它全部刪掉 因為那個是舊的以前寫的 那打開之後的話 裡面有程式先刪 或者你重新再建一個模組也可以 那我們在這邊先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的話 也許叫什麼 新增資料好了 第二個的話 我們接下來來做什麼 如果說我今天 我假設新增的資料 就是已經輸入一些資料 那輸入完資料之後的話 我要能夠把資料按下新增 自動幫我寫過去的話 那我要先知道幾件事 第一個 目前的最下面一列是哪一列 13 有沒有 我們可以用追蹤的嘛 所以追蹤完之後呢 記得把它加1 就會知道是在哪一列 不過另外還有一個問題說 如果這個銷貨單裡面呢 完全是沒資料的話 那你就從第二列開始 因為如果你向下追蹤的話 坎錯向下 它會跑到最下面去 那就不對了 所以基本上呢 我的邏輯這樣 如果這個裡面是空的 那我從第二列開始 反之就是從什麼 向下追蹤 A2向下追蹤 到的列加1就可以 所以程式的話 基本上我這樣寫 判斷在哪一列 如果 序齒 消貨名系 特別重要 這個是消貨名系的工作表 點 range A2 這個儲存格裡面 假設是空的 這樣最簡單 還記得吧 這個好像前面有 有那個似乘相似 好像我們曾經在哪個地方 好像大樂透下載那個部分 也有用到類似的程式嘛 如果它等於空的 那我就從第二列 R等於2 反之的話呢 就是向下追蹤 加1就對了 那這個時候我就有個R 這個R指的是 我將來要寫到 消貨名系的第幾列 OK 第一個應該沒有問題 第二的話呢 就是說呢 我要把資料倒過去的話 那我就是怎麼樣 後面的東西 丟給前面 那基本上前面呢 一定是消貨名系的什麼呢 A到H 所以基本上後面的東西 寫在前面 所以前面講過了 把後面的東西寫過來 有沒有 應該可以了解這個概念 所以基本上呢 我要把這個單號可能最後再處理 先把什麼呢 先把那個 把跟上一下 應該是單號 單號是B2 所以把B2放在A欄 哪一個的A欄呢 消貨名系的A欄 那把什麼呢 把再來後面一樣 反正一個蘿蔔一個坑 第二放在第二欄 所以這個是 這是 一二 所以這個可能你就是把那個 裡面的儲存格 稍微記一下 一個一個的 總共A A到H 位置有沒有 就A到H 那位置就是B2一直到G4 所以這個是G4 一個蘿蔔一個坑 所以這個我想自己再比對一下 只要不要比錯 因為之前同學常出錯 就是看錯位置 放錯地方了 那就麻煩 那這樣改一下就可以了 OK 好 第二個步驟完成了 所以 第一個先判斷你應該輸出到哪一列 所以這邊有個R有沒有 R是由這邊來的 然後把後面的東西搬過去 那第三個是怎麼樣 資料已經過去了 所以接下來怎麼樣 我們要把它清空 所以基本上 資料已經過去了 那我接下來要清空哪些地方 我剛剛講過有四個範圍要清空 哪四個範圍呢 一就是這個要清空 應該是這個要清空 這個要清空 這個範圍 跟這個範圍 OK 所以基本上就是 一二等於空白 等於空的 那這個等於空的 那範圍的話呢 就是點Clear Contents就可以 所以基本上我們看一下 B2 跟B3 B3指的是 我們的 B3是這一個 客戶 那 單號先不要處理 因為單號要加1 然後這個 這個範圍的部分的話是 B7到B16 點Clear Contents 特別之外這個是點Clear 所以打一個CL Clear Contents就出來了 你其實現在不用打 那如果單一個儲存格 我是用什麼 用等於空的 然後如果是範圍的話 我是用Clear Contents 最後的話呢 就是怎麼樣 把B2最後再處理 為什麼 因為B2其實最麻煩 因為你不能夠直接把S0016 直接就加1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文字 如果你把它加1的話 它會出現什麼 它會出現錯誤 所以這個地方 我假設說我把Range的這個地方 我直接Range B2 把它直接加1的話 假設我這邊跑 這清空應該沒問題 清空也沒問題 再來的話 這邊 如果我把它加1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 就會出現這個錯誤 它會跟